再来看到打击诈骗犯罪官方想尽办法 从国内各县市来看 报案数最多在台北市 十月份民众财损的总金额高达二十一亿多元 目前全台一天最多的售诈总金额也来到八亿多元 但警方在拦阻诈骗 苦口婆心的劝导却是换来民众的谩骂 现在有行作为与金融机构合作 在各银行等单位摆上立牌提醒 今天有被害人现身说明还原受骗的过程 警察都说如果你没有被骗的情况下 那他这边怎么会有就是你的资料 我还一直跟警员讲说 我是正常的跟他交易 就算警方示警 陈小姐依旧深信不疑 在假投资陷阱越陷越深 赔得超过两百六十万 现在还过上抗债人生 一开始他其实就是像朋友一样 就是会先跟你聊一些续寒问暖 聊完之后他就说我跟你分享一下 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最初跟丈夫加入赖群素 诈骗集团手把手脚血 不断画大饼能够赚上亿 又倒在甲网站投资加密货币 丈夫只投五万只损 倒是陈小姐瞒着家人陷进去 受骗养套杀手法 只尝到三千元填头 百百损失几百万 不但有人被提醒还是坚持己戒 也有警方揽诈 苦口婆心劝导 反倒换来谩骂 但诈骗案件节节攀升 在打诈仪标板上路后 最高的被骗总金额 一天更有八亿多元 受骗最多诈骗案的台北市 光是十月统计民众受诈财损 来到二十一亿多元 面对诈骗泛滥 北市警方再出招 与辖内金融机构合作 摆上立牌提醒 上头记载各类诈欺数据 以及真实受诈案例 让民众挥款前能够多想象 目前初步摆设一百多个 将来目标到一千多个 我觉得效益不大 其实让人家看到这东西 也不会一直去贯注 我不会去看那个 就是很急促 你不会去特别注意 那种小小的标志 打击诈骑犯罪 警方无所不用其极 持续提出防止作为 但能否达成效用 就有待观察 记者 陈光区陈宏益 台北报道